第29題如右圖一長度為5公尺的槓桿同時受到4牛頓8牛頓及6牛頓的三作用力 不計摩擦力此槓桿所受合力矩的大小及方向下列合者正確 我們曉得力矩的計算就是力幣乘以力 重點叫做力幣跟力要互相的垂直 對我們的4牛頓而言 我們的力線垂直的就是我們的5公尺 所以它的力矩就是5公尺乘以4等於20 那麼它的方向是所謂的逆時鐘的方向 那麼我們的6牛頓這邊 這是我們的力線 支點到力線垂直距離是我們的3公尺 對6六頓而言 我們就是3乘以6等於18 我們的方向是順時鐘的 我們的8牛頓這個 我們它的勢力是通過支點的 所以力幣為0 所以它算出來的我們的力矩就是0 所以一個20的逆時鐘 一個18的順時鐘 所以合起來我們的合力矩應該就是2的逆時鐘 那麼它的單位就是我們的牛頓公尺 所以第29題問我們說 此槓桿所受合力矩的大小及方向下列合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A2牛頓公尺逆時鐘